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来自于芝加哥联储最新三月份的国家活动指数 只有负的0.42 那也是一个对于市场有打击的信息 不过美元现在的走势是呈现走强的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下降到了1.0754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下滑到了1.4907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反弹到了119.29 今天汇市方面的关注焦点是澳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现在是下降到了0.7717 那保持在之前的高位0.7845之下 已经是达到之前的两个目标 一个是0.7755 一个是0.7730 短线期可能会保持在压力线0.7845之下 进一步的下降 可能会首先达到0.77之后下滑到0.7650 当然如果比价进一步的再次反弹 并且突破0.7845的话 就有望上升到0.7885之后上涨到0.7910 再来关注一下贵重金属在进入新的一周之后的交易状况 现在都是成压下滑的 黄金的价格现在下降到了每盎司1196美元 那已经是跌破了之前一个上涨的轨道线 现在是保持在20天和50天的均线之下的 相对强入指标呢 RSI的走势也是在50%以下 未来如果整个的价格依然保持在 每盎司1205美元之下的话 可能会看到比价呢 首先滑落到每盎司1189美元之后 下滑到每盎司1183美元 当然如果价格呢能够再次反弹 并且突破每盎司1205的话 还是有望能够回升到呢 每盎司1209美元之后上涨到 每盎司1212.50美元 就再来关注一下呢 是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是下滑到了每盎司15.93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Trading三筹财经电视